今天中小型股的輪番跳水呢 其實大家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最需要的叫做信心 信心從哪裡來 信心就要對產業的前景非常的了解 才能知道掉下來的 是機會還是刀子 那當然最近關於台積電 有蠻多的傳聞 好奇怪 股價創到1100塊的新高之後 有人說好像有供應華為晶片 是不是 但是有人說是不是Blackwell的晶片瑕疵 是台積電在封裝過程中的瑕疵嗎 當然昨天黃旭出來辟謠了 他說這是假新聞啦 百分之百是我們回答的錯 好 台積電今天收平盤 可是中小型股卻壓力山大 到底為什麼該怎麼看接下來相關的走勢 來請教這段的三位來賓了 第一位是國寶級的技術線型大師 杜金龍 杜大師 好 杜大師今天是進去承接台積電的 他也要來告訴大家 沒有錯今天台積電是穩盤要腳 接下來該怎麼看呢 中小型股跳水有發現資金有點在避險 因為通常今天像這種跳水的場面投信應該買 但今天投信小賣超避險去哪裡了 等一下告訴你 內需相關的波籤相關的還有生技股今天表現很亮麗 好第二位是我們的題材獵人漢偉哥 漢偉哥今天等一下會把他的META眼鏡戴起來 因為他今天是戴著眼鏡喔 去看了PCB展 好看了之後他拍了很多的照片 也用這個META的錄影功能發現各攤位很多的秘密喔 不好意思有些照片只有趙華自己看了 好那他會告訴你在展場有很多的結盟喔 有所謂的加登大聯盟 有日光聯盟 有G2C聯盟 有聯盟的公司他覺得前景特別的看好喔 好第三位好像有點久沒有來咯 我們的存股教父古瑜 久久沒有來就要給他重要的任務 剛剛特別提到了 10、11、12月其實高息ETF會陸續的換股 月到年底金流越大 整包將近900億的錢要來進行換股了 那到底換了哪些呢 10月已經有名單出來了 等一下獨家幫您統整 從這個10月的名單再來推敲一下 11、12月還有很多大型的高息ETF 會重新選今年的這些被踢出去的股票嗎 還是另有興歡等古瑜幫您做解析了 好首先有請杜大師 趙華好 好杜大師今天台積電倒是一個撐盤的要角了 但是我們前幾天也有講 中小型股好台積電就會休息 台積電如果今天比較強 中小型股就不好敲敲板 但沒有關係 以及接下來還會有一連串的法說 你有發現有關生計破簽 內需相關的是大家的避險標的 對 好 我們看一下 今天打開報紙都看到以前的 陳清陳清 對 李自然 還有那個 會打陳清嘛 對 就是說他上次有一個爆料的那個公司叫做Informat 是 他有在爆料那個 Bagware有瑕疵嘛 那台積電正式陳清說這個沒有 好 那那個黃仁仙也跟他說都是我們啦 是我們自己的錯 對這個是最主要 那另外一講話就上次有講說那個華為有用到台積電的一個晶片嘛 那其實那個公司以前曾經有在台積電有去做這個晶片嘛 所以在台積電裡面有檔案 後來才發覺到這個東西這個怪怪的 所以台積電才去那個美國商務部給他說這個是華為東西 那我們現在最怕是怎樣你知道嗎 這個華為如果假設A公司用完他用B公司C公司 那台積電怎麼去還這個是華為的這些 透過這個其他的公司機動 那目前這兩件事大概都沒有問題嘛 所以台積電 昨天的ADR是漲 那其 像我們那個A間的那個起貨盤也漲 還讓台積電今天開高 尾盤是縮平盤 那我們一般來講 今天的這個我們AI兩支股票 大概都是稍微小跌 那其他的周邊設備就跌幅稍微重一點 因為今天大概就是說台積電撐住晚以後 就很奇怪就是說莫名其妙在十點多左右 很多小型股開始往下 跳水 這個也是好像有人開始一段間就喊出 尤其像這支股票 虛心KYM 對對對 這個已經很可能跌成這樣 還那個跌停板 因為我們股票再跌的話 你只要沒有跌停板都好 那你有跌停板就 大家就會連帶去追上 大概是這個 那另外一講話 法縮位最近還算陸陸續續 就台積電晚以後 那下禮拜還有這些的法縮位 那今天有那個工商跟經紀有問 說這個昨天因為大盤跌兩百多點 問那個國泰投信的董事長 以前的那個投信總部位 那個理事長 那他講的說他還是看得好 未來三年看好 跟我看得差不多 我認為我們這個叫出生 這一波從兩年前是出生段 一般來講一個出生段 主生段 末生段 大概有五十五個月的時間 是 那五十五個月大概是五年多 那我們現在過兩年多 所以未來看好這個大概都沒有問題 那他人家問有沒有搞點 他說搞點不用預測 那其實我個人喜歡預測 我大概明年 我對外講說明年大概比較樂觀 大概會在三萬到三萬三 那落點大概在八月份 為什麼八月份 因為今年七月份是輝博暖息的二十一個月轉折點 明年八月份是三十四個月的轉折點 那五十五個月是一百一十六年的五月份 這是我回答他這一句話 他沒講我跟他 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說明年十年 以四年是十年 就是十來十去 這一條十就是十來十去 晚上收最高 大概是這樣 好 剛才杜大師說 因為你喜歡預測 蒙寧金口 明年三萬三 哇 好期待 對 因為我們總是有夢才比較好 那這個大盤就是 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去測這個 十月十七號的一個這個跳空缺口 那我大概看了兩個就是說 台積電有沒有破那個1055 因為那一天台積電跳過完以後就川普 歷史新高 那他知道 因為只要台積電跌破1055 大盤就會被他拖下來 那我們認為11月5號美國選舉以前 這個不確定因素 應該大盤會在這個期間做整理 也不會像以前跌那麼深 在高檔整理 所以已經這兩天連跌400點100多 我們AK線連三黑完以後 希望這個月目前 本來是漲1000多點 這跌兩天剩下600多點 那還有五天 不要像上一次九月份 最後一天跌了將近1000多點 那張董事長有講這個 今天報紙報說 4Q的時候外資很喜歡補這個股票 那你看這邊六小朋友把這個資料整理 這六年來 這個外資在4Q的話都是買超 那這個我以前統計資料是從民國80年統計到資料 所以你來講大概都應該是的 而且我們11 12本來就會容易漲 那我們剛才有講AK線連四黑連三黑 那這邊連三黑 我們現在是AK線連三黑 那現在10月份目前還是小漲 那看能不能把它說完以後 一紅吃三黑 那這樣的話就破解這個AK線連四黑的 可是不管說三黑四黑的 以後漲的肌力修相對比較高一點 所以從長線AK線 而且我們剛才有講 4Q跟1Q 我們上漲的肌力 4Q是62% 那1Q是72% 說肌力很高 那剛才我們講大概台積電 有沒有 台積電這一次 他每次都串新高 所以上個禮拜四 我為什麼上禮拜五要賣他股票 因為不賣 這個短多的話 你可能上市掉 賣完以後 他真的有跌下來 可是這一次跌股比較小 因為我最近買他回來 尤其像今天也是到尾盤1.24分左右 才那個銀燕打電話說 杜老師你的成交了 那這裡面 可見的就有人就掛在1055 那尾盤就拉上了 所以我們認為1055大家看一下 另外我是認為萬一跌破 有一個堅強就是1000塊 所以這一段讓你拉回的時候 你趕快把這個台積電的持股降下來 因為我們認為五年後 像這一次凱吉把他研究報告 有沒有 後年修正到70塊 那一天上個禮拜 那另外有一個外商不是五年後會80塊嗎 所以理論上以後1000 1200或是更高都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大概台積電的一個個股 那另外一講話 我再建這個台積電的個股說 我都已經把那個目標這個佐 從以前的1000的都把它調到1600 下一次如果再上去 我會用到佐就是2000塊 你就看到我已經在動手腳 就晚上去弄高了 好 我會從這邊就知道目標價上調 觀眾朋友知道密碼 密碼 好 另外一講話 連華科這一次比較可憐 30號要開法說 法說會還沒有開以前 很多人就打他一槍了 糟糕 外資降頻了 降目標價了 對 而且他講他4Q會稍微成長一些 明年稍微比較延適 那這個幾個 因為我們知道他最高點是1500多塊 那他們的目標價都比他現在縮盤價來得低 就代表說大家看得比較保守 還有像我個人都認為他應該會 以前最低點是171塊 主生段會漲到1710 我還看得比較樂觀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價格也沒有說法說會他們研究員這個 凱基研究報告已經把他晚上調 戶邦 對不起 戶邦已經把今年跟明年都調為調高一些 可是調高的幅度 他的這個目標價沒有調高 就代表說你這個後利雖然有增加 有沒有 可是我對你目標價看得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蓮花科這支股票還沒有法說會 以前有稍微有人就已經把他 打他稍微一巴掌了啦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其他的股票 因為大盤漲到這邊 你看到剛才趙華有講 很多的這些CPO 細關子COVAS 整個東西 因為他漲都一定會回答 今天突然大跌 大跌 因為我們 因為現在我們人氣都在這裡面 所以萬一大跌 你的錢就會跑到其他的類股 尤其現在大概都漲三天完以後 他就開始短 短多就賣掉 那這個ABF也是一樣 有沒有 他大概漲三天 今天大概有 那比較好的話是說 他們這幾天PCB的法說會 那個展覽完以後 董事長也講 他明年下半年就開始轉好 ABF也會轉三個 那前一個節目大概有詳細介紹他 那這個比較落後補充 而且他們這兩家 今年稍微後利比較不好 明年這邊後利會成長一倍 這邊會成長兩倍 所以大概打底完以後有 那這支股票 我昨天在揍化 我就想說 這個波瑋堅尼一步已經漲 跌很多 所以我昨天就先給小編的這個資料 想不到今天開盤漲8%後來收下來 那無傷 因為你今天出大量 所以這個是落後補漲股票 那生計的話 因為下個禮拜 我們在10月28號大鹽生意要那個掛牌 大鹽要掛牌 對 因為我每次做計程 只要就看到陳美鳳他們廣告 魚油 魚油 而且像我們眼鏡不好 我們都會吃那個夜環樹 有沒有 那他這個老闆也去 真的去吃完這些保健食品 而且去引進了很公司 那下禮拜大家看一下 10月28號 因為我為什麼要弄它 那是說因為我們上次那個打明機器人不是掛牌玩耀生意 那個機器人就大漲 所以這裡面能不能帶動這些保健的公司 那另外昨天環金大漲 我想說環金大漲統一操商 現在不是有賣金式嗎 你是這樣聯想的 聯想 聯想 完以後就要推薦統一操商 因為我們環金大漲都會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加農 有沒有 加農 金益頂 還有那個另外一隻 有沒有 可是我想到統一操商也開始賣环金了 所以今天推薦它 台北的得很深 沒險就報告 所以環以後他不是大漲 環以後大漲 那今天開高左低 這個無傷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從這邊開始冒量 所以他一滴一滴墊高 所以短頭這一隻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因為他有兩個例子 如果大陸經濟要負數的話 銀建這個還有玻璃會有 那他又跨入這個我們的COAS這個 這個玻璃纖維部 這裡面一個短頭 那時候也說藝也跟AI相關 大家都很厲害 對 統一 統一 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有 統一 最主要大家看一下 這個因為有寫研究報告 寫到後來 因為我們只要有寫到115人 我這邊打兩個 他你看11塊 12塊 15塊 他每年都配9塊錢 本來就是一個好的公司 那最近角度已經開始慢慢上來 那開始的話 大家記得他是在那個 那個A14館後面那個小七那邊 有開始賣 大家去看看 蠻特別的 我們知道看那個電視機 不是那個後宮那個貴婦都會給一個 抓一把給那個太監 說這個賞你 那個金豆子 甄嬛賬 對 甄嬛賬 甄嬛賬 那婉佑他開始賣這個 因為環金婉佑他就 他有新的一個商品 如果說這個像那個Costco賣環金 婉佑現在第一個開賣 婉佑想這個是不是有一個新的商機 那另外他的股價已經有稍微上來一下 那以他這個高點來講 以他這個高點來講 因為剛好盤整一大段吧 那萬一沒有什麼太配股配起 都還不錯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在整個大盤的話 我們就想到推薦統一 剛好今天報紙看到統一去買那個PC號 其實我這一支股票 我大概已經寫那個杜金龍的投資教授 我就推薦他 他是長期的一個非常好的公司 好 長期投資可以持有他的 好 今天生計股有避風的效果 對對對 他從970萬以後不是 修正又修正回來了 那你看到研究報告寫他 明年大概44塊 非常好 非常好 重於20倍大概800多塊嘛 所以他其實在疫情當中 先漲一段完以後現在休息 那如果下禮拜大眼生衣掛牌完以後 會不會把這個保健食品裡面帶動上來 這是我大概今天為什麼要推薦他的 好 生計股王 而且EPS非常紮實 好 這邊非常謝謝杜金龍杜大師 好 其實杜大師說 好 張錫董事長告訴你 接下來還會漲三年 那張錫董事長不預測 杜大師喜歡預測 接近年底的時候 我們來把杜大師對明年的規劃 好好的來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是相當的樂觀 只是11月5號 美國的總統大選之前 可能會受到一些壓抑 看到資金在避風 找到一些低位階的 其實像生計股 有很多EPS在明年看來也很高的 現在剛好蹲滴滴的 杜大師說都可以做留意 好 廣告回來 題材獵人漢偉哥 戴起他的META眼鏡 帶我們去看PCB展 他親自去看 告訴你有哪一些 他會讓他眼睛為之一亮 好 禮拜一漢偉哥就帶著 META眼鏡來上節目囉 趙華有在社群媒體發布了 他透過眼鏡拍到 攝影棚裡面的一舉一動 今天厲害了 他帶著眼鏡去PCB的展場 他說很多手機不好拍的 用眼鏡拍 沒有人知道 這就厲害了 好 那很多人看到你這眼鏡 會說你這眼鏡看得出來 哪一支股票會漲嗎 好 因為你是昨天去的啦 對 昨天去的 昨天去其實很多股票 當天是強勢股 今天就變沙聲隆隆了 對 但沒有關係 有時候沙下來 產業情景沒有變的時候 反而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介入時間 對 所以我覺得看展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相關的門道啦 那當然我們講說 什麼東西讓我們眼鏡為之一亮 因為他拍照會亮一下 對 他現在沒有亮 我比較放心 對 沒有亮 所以沒有在偷拍大家 好 我們先跟大家講 其實今天機器人股票也是拉回來 但值得跟鄰群 都有在這一次的 這個展覽上面有展覽 我也都有去看 值得展了很多的 這個六軸手臂的機器人 有泡咖啡的 我覺得還蠻讓大家驚喜的 但股價也是一樣 衝高之後回跌 那現在我覺得回跌到 十字線附近 整個線型 我覺得他的一個底部型態 大致上就是過高之後拉回 並沒有太大問題 以這一次在展覽上面 他展出一些相關題材 我覺得還是有後事 可以做一個期待的 所以我覺得機器人股票 應該比較偏向多方的 就漲多出現休息的情況 那鄰群一樣 在這一次的展覽上面 展出相關的商品 他門口擺了兩個 他的一個迎賓機器人 但是是大概是兩三年前的型號 所以我覺得還是那種 就是看起來就像銀行 這個交號機的這種感覺 那但是他畢竟還是有機器人題材 而且有軟體的題材 只是說這家公司比較難做 所以你不要這種出大量的時候去追 但我覺得拉回來到相對地檔區 目前現行架構也呈現多方排列 大致上也可以留意到 像他的軟體題材跟機器人題材 應該後續也許整理完之後 還有機會再攻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展覽上面 我們看到比較大的一個看點 就是說除了雖然說是專業展 沒有很多休哥了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未來 你有買這種眼鏡的 去看展 去看演唱會 去旅遊 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因為就是你的雙手 不需要就在拿手機起來拍照 所以就可以專心看展 所以我們大概上這次展覽上面 看到一些比較大的一個門道是 有很多的相關的PCB設備大廠 這一次都是聯合展區 對像你看遜德科教聯測 加登大聯盟就在同一個展區 他這邊就展出了一個 加登的光照盒的自動化設備的一個產線 所以當我們看到很多的亮點 有這個線性滑軌啊 有達明機器人的機器手臂啊 那像智盛軍豪 軍華軍豪 這個區土系大聯盟 也聯合一個展場 那我們講說其實比較可惜 是我昨天去的時候展場上面看起來 是比較沒有很多買家在詢問 對因為它比較單純是展示它的相關技術 並沒有一些機台擺在現場 所以我覺得就是好像在展場上面 我們要跟大家提的是 很多展覽題材 有些就是展覽完 它就會出現股價的下跌 但像這種專業展 實際上有接到訂單的 可能它未來會反映到 也許這一次有接單 那它11月份 12月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居土系大聯盟 加登大聯盟 還有這個日月光的穆德根大亮 是 然後像東台 東傑 陽城 德利富 也是一群的 對他們這邊展了一個 非常大的專孔機的一個展場 是 那也就是整個四家公司跟你講 我們合力去做了一個 相關的一個自動化的設備 那像龍澤科跟尼德科 對 就同一個集團的 其實就是 幹嘛隔開 對那就是 幹嘛不在一起 因為這邊日本人比較多 可能就是要分開一下 那其實有很多標股 你看像今天漲年版的達阿行在這裡 那最近很強的惠特在這邊 那下面還有這個氣力跟大英偉 然後最近強勢股穿堡在這邊 最近發現到 其實這個展場真的很多 我大概看一下他們員工 都還蠻開心的 因為最近股價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 從這樣的一個展場當中 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大家明天有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 休哥的真的不多 專業看展就好了 專業看展就好了 那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一些所謂的 他相關的機台 有很多的人在詢問的話 也許他的業績 就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看點 好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 你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PCB的一個產業 因為這一次 PCB展是這個25週年 所以有很多相關 對於產業的前進 大致上來講 我覺得台灣的PCB 應該就是全球未來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因為社會到AI 像我在這個展場當中 我有去在一樓 有聽到台光店 他們的一些相關產品經理 去解釋說他們AI 在所謂的銅箔機板裡面的需求 那一樣 我就是透過這個錄影 我可以專心聽他在講什麼 大致上 我們可以從他這一次的展場 你會發現到 全球主要PCB的玩家 就是這四個國家 台灣 中國 日本 跟韓國 那我們從這丙狀圖 可以看到 台灣第一個 在整個產值的部分 現在是全球第一名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台灣是PCB王國 那再來就整個產業分布 你可以看到 從這種多層版 HDI版 跟相關的基礎材料 還有軟版跟其他等等 我們的分布是平均的 所以也代表說 這些國外的相關的買家 來到台灣訂單 他可以一次一條龍採購 但是你去中國會發現到 他比較偏向消費型電子 在日本的部分 比較偏向一些所謂基礎的材料 跟軟版的地方 那在韓國就比較偏向 所謂基礎材料 跟一些相關軟版 還有HDI版 所以我們整個產業的一個 相關的上中下有供應鏈 整合是比較完整的 在整個產品別的部分 也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為什麼台灣在未來的 AI市場的一個起飛的過程裡面 受惠程度比較高 你看到我們這個 所謂PCB的產值出貨 第一名是相關的網通 所以明年的800G 到1600G的一個交換器 都對整個板材 相關的一個需求 會帶動比較明年提升 另外16%是在半導體相關 所以我們的網通跟半導體 占了一半的PCB的一個產值出貨 所以也代表說 在明年的AI大時代來臨的時候 我覺得PCB的一個長線的看法 應該都可以樂觀來看待 好所以我們從這樣的狀況裡面 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明年台灣的PCB產值 有機會突破的兆元以上 主要是在說 因為伺服器慢慢走到AI的等級 所以相關的PCB的乘數 它會到20層以上 再來到所謂銅箔基板的材料 會到一個比較所謂的 損耗率比較低的一個板材 那再來傳輸速度也越來越快 另外損耗越來越低 所以相關的銅箔基板毛利率 可以上看到2倍到2.5倍以上 單價的部分來到5千塊以上 所以也代表說 我們大致上可以確定的是 明年整個量跟價會同步的成長 所以整個PCB產業 我覺得長線的趨勢 應該是可以樂觀來看待 短線上股價當然漲多了 但我覺得只要未來趨勢沒有太大改變 你待會看到股價的拉回 可能就會比較有信心 站在所謂的一個右下角 去站在買方 那我們再來看到主要的大廠 其實從博通 輝達 跟這個主要的一個網通大廠 還有施科部分 都提到明年在相關的400G 800G 還有這相關的網通的產品 還有相關的一個以太網路 都會出現比較明顯的成長性 所以大致上 我們從這些大廠的財報 對未來的展望 我們可以確定 網通明年的復甦成長力道好 另外在PCB部分 受到網通的一個需求 半套的需求 應該都有機會 呈現這種多方的一個強勢輪動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就股價 好 但是就股價來說 雖然標股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委屈 像上一段有講到的宅辦 對不對 還有像什麼像滑通這種 可能跟AI沒有站到那麼緊的 是比較右下角 那標的其實最近也有一些 是稱之不齊的 對 因為我們去看展的時候 會發現到像銅箔機板 那些是在一樓 一樓就是比較偏專業展 它展一些技術 它並沒有展一些實際上的產品 那像我們到四樓一進場的時候 就看到 很多產品 對 這個左手邊是星星 右手邊是景碩 他們就是第一家的一個廠商 但是他們一樣也是展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所謂AI設計的佈局 相關的所謂的載板的部分 在AI的應用 但實際上都是只是問相關的技術 並沒有有實際的下單 所以我們講說其實這些相關的設備廠來看的話 都是這一次就展場上面 實際上能夠接到訂單的 好 全綠 全綠 因為他們都是大聯盟 所以我們講說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到底是不是鐵兄弟 就看今天股價是不是一起跌 看來是 對 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大家都一起跌下來 那當然我們講 這個G土系聯盟剛提到的 軍豪 軍華 智盛 那都是在展場上面 東台 陽城 東潔 也都是展場上面很大的一個展覽的攤位 那只是說 就整個展場的可看度來看 我覺得這一塊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實際上他們是主要在PCB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在大展上面 看來東台 東潔跟陽城 接單的效果比較好 那軍豪 軍華跟智盛 因為他們比較偏向所謂半導體封裝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展場上面 看起來就是比較稀疏一點 好像實際上接單 我覺得看起來沒有那麼樣的漂亮 但整體上來看 我覺得他們都是長線上看好的一家公司 那再來就是日月光大聯盟 是因為穆德得到日月光的失目 所以他們沒有打造到先進封裝的市場 那再來就是像這個加登大聯盟 我們在遜德科教跟連設攤位 其實看到很多自動化的設備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就是說加登好 台積電的一個未來的需求好 那我覺得他們未來業績應該都不看淡 那再來就是這個Ecosystem 也就是說面板封裝的一個 泰森所發起的一個Ecosystem的聯盟 那有很多的公司 我覺得這次展場上面有看到就是群益 大英維 這些有在展場上面看到 那蒙利 羅森 泰森 我覺得都是相關的聯盟的一個代表 但今天同樣大家都是一起落難 對但我覺得其實他們長線上來看 各代表就半導體 面板封裝 我覺得長線看好都沒有太大問題 好這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慘的股價的部分 好但冬傑看起來是創高後壓回還是很厲害啊 對啊因為我們講到展場上面就是 他的我覺得展覽上面是有一定的看點的 那他主要就是在先進玻璃載板的製成解方案 所以FOPLP我覺得也是這一次 大家在上面看到一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磚孔機都跟相關的面板的一個封裝有關 所以我覺得當然他不一定是馬上反映到業績上面 但畢竟我覺得就現行的架構來看 他也是這種整理完之後出現多方的排列 今天是創高少數的拉回 所以我覺得他簡單去講就是說 你去看一下無線沒有跌破的話 應該我覺得多方形態都還在 畢竟他剛剛均線呈現多方排列而已 不是說已經漲到那種非常高的位置點上面 所以這種股票也許如果能夠拉回到無線的話 是可以留意的 那比較快一點就是說 他畢竟這邊有出量 所以這個大量高點73.9 一旦過了 那面板封裝體才沒有轉弱的話 我覺得冬傑是可以留意到 冬傑跟冬台兩家是好朋友 那只是說今天都疊下來 但我覺得其實就他的一個大戶籌碼 就目前外資的買盤 冬傑應該才可以留意到 在面板封裝的一個領域當中 應該是有一些業績題材 也是可以留意到後續的一些補償的動能 那下一檔也很慘的是遜德 好 只有今天啦 其實加登大聯盟都有輪流創高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主要就是在台積電供應鏈 那台積電現在他也沒有特別的弱 所以對於這個台積電供應鏈 相關的供應鏈夥伴也沒有跌太多 那加登就不能夠大跌 因為是大聯盟的一個領頭羊 所以加登維持在相對高檔 我覺得對遜德來講 反正在買方 股本也不大 大多池股也在買方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後續在網上補漲的空間 那下一檔也是我們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的大量 好 同一天 同一天在這邊真的漲超級多的 好 然後中間回檔當然也有人提到說 他的可轉債有陸續的轉換掉 今天是吃一根跌停板 對 但我覺得吃一根跌停板可能大家稍微觀察他的線型是轉弱 所以如果你是做短線上的要做他的話 我覺得你就要等他重新轉強之後 最少站到所有經驗之上 再重新再回來做一個動能派 那目前來看他還是有他的價值存在 因為他在手訂單有17億元 9月份營收非常亮眼是倍增的一個成長 而且是台積電封裝跟檢測供應鏈 所以能夠當台積電的一個股票 我覺得應該不會落到哪裡去 只是說股價畢竟漲了這麼多 所以修正下來可能大家就觀察一下 這一波月線的關卡 大家都鎖得還蠻穩的 所以明天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他月線要重新增上去 但籌碼面是有優勢的 因為投信已經連續買了三天 今天再買了250幾張 所以連續買了四天 大概買了快要1000張的水位 所以看起來投信對大量或半導體設備供應鏈 是有一些資金在佈局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公司就是說 畢竟漲多拉回震盪合理 但投信的買盤如果沒有結束之前 量能也沒有出現這種 爆了非常大的天量 應該是有一些後續的這種補漲的空間 那你就等待一下 站到所有精神之上再站在買方 或說月線跌破 你可能就可以稍微觀望 可能可以撿到比較便宜的大量 好 之前說有大量就會爆大量嘛對不對 對 那現在量還好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有後面的一個空間期待 那另外一檔就是我們講這個泰森大聯盟的羅生 而且他也算是機器人裡面 之前算是代表座 因為不停的漲停 對 但我覺得他最近現行跟索羅門很像 是 就是說他比較偏向老機器人 老AI 老機器人 對老機器人 因為畢竟漲了那麼多了 那基本面真的是比較沒有跟上 但我覺得他好處在於說 他整理的過程裡面 大致上也都能夠守在季線以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做這種股票的話 一樣你要就等他動人轉強 比方說這邊的一個下降趨勢線 帶量突破之後 站穩 站穩三天以上 我覺得他就有機會重新轉強 那不管是羅生 索羅門這些比較具備代表性的股票 目前現行都偏弱 所以如果你要做機器人試卷 最少要看到索羅門 羅生會有同步轉強的話 我覺得可能這個買盤的力道會比較強 目前我覺得就可以先做觀望 或把它列為你的資權股就好了 好 同樣可能都叫做工具機或PCB相關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AI 或者展場上面他們拿出比較實際的產品 讓大家覺得有想像力 還是蠻重要的 對 好 這邊非常謝謝題材獵人翰偉哥 好 翰偉哥看展真的厲害了 看得出來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如果有集團作戰的 常常都很強 像今天一起落難 但是之前也一起創新高 所以有集團加持的可以優先考慮 第二個當然是要沾到AI相關 而且是月薪的應用可能有分成 新機器人 老機器人 月薪的應用 其實大家對它的本益比 或是未來的期待 有點無限上剛上去的話 股價會更標 這邊提供給您做參考囉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純股交付 股魚要上場了 獨家來幫我們預測了 最近高息ETF陸續的換股 900億的資金 900億的資金會流到哪一些高息股 今年年中被踢出來的 會不會再被選進去呢 好 存股交付股 約要提醒大家 10月份先換的這一批 比較不是高息型的 但是很多重量級的高息型 ETF是11 12月要換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前部隊怎麼換 再來猜猜看後面的重量級 該怎麼換 好 股魚好久不見 你久久沒有來 相信一定這一集很有品質 因為你要告訴我們 有900億的金流 現在是ETF的換股季囉 沒有錯 10月有一批了已經換了 沒有錯 可能不是高息的 但11 12月有很多重量級 千億等級的要等著換 好 我們該怎麼來看 他們的換股邏輯 因為在11 12月 這個換股的資金太過於龐大了 接近有兩兆的資金 還不是900億是兩兆 900億其實數字也是蠻大的 可是你在兩兆資金的面前的話 他就像個小孩子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給觀眾朋友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要先理解這些先遣部隊 他怎麼去做換股 以及在換股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項 先遣部隊就有900億了 對 先遣就900了 先遣部隊就有900億了 接下來的話11 12月的話 都是這個什麼台灣50 永續高股息 精選高息 這些加起來接近兩兆的資金 等著要來做年底的一波大跳躍 所以你看我們在前面的話 是不是先來幫投資朋友做一下練習 我們怎麼去看ETF換股的動作 接下來你才能夠捕捉月底的 這一波強大的資金動物 兩兆嚇死我了 嚇死你了 對不對 先看最近10月的 我們現在看10月底 目前已經準備了 或是已經換好個股的話 大概有這6檔的一個產品 像這個733 905 701 935 912 881 那這一些的話 它的換股率 有沒有看 前面這三檔的話 它的換股率有超過三成以上 733 always 會幾乎是團進團出 沒有錯 這個根本就是前一波就團滅了 團滅了 對 全部都被團滅掉了 這是它的特色 那其他檔的話 它換的比例就比較少一點 大概接近三成左右 那像下面這些的話 它就更少了 甚至大概不到10 就換一兩檔而已 換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在看這個換股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想要跟同志朋友 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在找這種 未來的潛力股 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們通常都會去預測 到底有哪些股票 會不會被重複選上 好 重複選上 因為我們今年有歷經過 939 940 大家對於吃豆腐已經驚 但是重複選上這件事情 還是有它的一定買盤支撐力 你今天在重複選上的過程中 就注定了有大筆的資金 會湧進來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講說 被重複選上 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那你看 我們接下來的話 有六檔的ETF 它要做換股的動作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六檔ETF 它選股的邏輯 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老師團進團出 會團滅的這一檔 富邦中小 年年期的 飆股俱樂部 飆股俱樂部 對不對 這以前我們在節目上 講過很多次了 那它的選股策略是啥 它的選股重點就只有這個 最近這一個月 它的股價有沒有動呢 你今天所有的基本面 所有的消息面 所有的籌碼面 最後只反映在一件事情上 股價 就是股價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選股邏輯就很簡單 我管你那麼多 你股價動了 後面一定有精彩的故事在 欸 我覺得 我被買單了 我buy in了 對 你buy in了嗎 對不對 它的選股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看你有超額報酬 我就相信你背後有故事 好 我就把你選進來 好 這個就是00733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00905 它是用那個多音質的篩選 所以有人也把它稱為說 這是另外一種版本的市值型 另外一種版本的市值型 多音質的市值型 中信台灣智慧912的話 它也是用多音質來做一個篩選 但是它在這個部分來講 有個重點就是說 它會透過權重來調整它的強勢股 跟那個弱勢股的一個比重 以及來決定要不要提前做太土的一個動作 好 等於是預測型的多音質專家 預測型 然後呢 5G plus這一檔881 這個就很簡單了 我今天產品的營收裡面 5G的相關產品 占它的營收比重高不高 也蠻單純的 很單純 然後呢 近四季的EPS要大於0 這是它的一個主邏輯 結果啊 結果在這個邏輯選下來之後 這檔產品得到了一個獨特的稱號 什麼稱號 叫做科技四值型的一個產品 人人有稱號 人人有稱號 事實上呢 我們幫投資朋友 介紹這個選股邏輯的意義是什麼 我要告訴你 每一檔的選股邏輯它的落差事實上是很大的 是是是 可是呢 在差異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對 如果個股呢 在這種交叉邏輯會被選進來 對 是不是代表 它呢 在各種題材面 不管在財務面 題材面 動能方面 一定有它獨到的地方 甚至特別的突出 好 幸好有00733 因為一口氣全換了嘛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排選擇 後選人 對對對 一排後選人被換進來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裡面的話呢 我就幫各位整理 這六檔的產品裡面 到底呢 有哪一些的個股呢 它被不同的策略邏輯 通通給他選了進來啊 但是701跟935 不跟大家玩 呃不是因為 沒有啊 沒有一起的啊 不是不是 趙華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呢 我把名單放上來的時候啊 你會罵我啊 為什麼 因為總共換了100多檔啊 100多檔全部都上來的話呢 觀眾朋友就會跟你講了 趙華 是 你那個字太小 我看不清楚啊 那就做三張啊 做三張 恐怕不是三張可以解決的問題啊 所以呢 那這張怎麼看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首先呢 把有重複性的先全部都挑出來 好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去篩選一下 它的財務的基本面 好 就是狀況良好的 而且今年以來的話 它的α跟β值的表現還不錯的 我全部呢 就幫你整理在這張表上面 好 來看哦 所以事實上 你在看這張表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哎呦 這些不都是達人秀的常客嗎 哈哈 對不對 因為我們 是 然後材料啊 台灣精銳 台灣精銳 大量啊 始作俑者在 對 戴著Meta眼鏡 始作俑者在那邊嘛 對不對 真的 對 是不是 還像什麼 永道啦 對不對 鎮業店啊 鎮華店 鎮華店 你看這些東西 不都是達人秀裡面 那些量好紙金的公司 貿連KY 我們全部都幫你整理在這邊 是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些好公司 不同的邏輯 選擇的情況之下 竟然被不同的ETF給選進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做一下深入的研究 到底 好在什麼地方 他才會被人家給選進來 當然我這邊一檔一檔的介紹會太麻煩 是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來幫各位介紹一下這兩檔 這個 喬山的話 跟那個軍心KY的部分 到底他好在什麼地方 一個是運動用品 應該不能說運動 健身器材類 對健身器材類 一個的話 就是剛剛講到機器人相關囉 機器人相關 只是他其中一個業務而已 而且他接下來發展的重點 不是在那個地方 好 我們今天來幫各位做一下介紹 像喬山這間公司的話 這個以前我去台中上班的時候 都經過他們公司 你今天 在健身房裡面看到了各種 萬七八糟的那些健身器材 只要能夠用通電的 用腳去踩的 基本上他們家全部通通都有做 都有做 所以你看 像什麼心肺復甦機 重要訓練機 飛輪 跑步機 他全部都有 而且 他的產品的品牌 他是主打一個全方面的攻擊 什麼意思 我們在做產品定位的時候 有分高階中階跟低階 有人專攻高階 有人專攻低階 我跟你講這間公司貪心了 高階了我也有 中階的我也來 商用的話我也給你包下來 對不對 我絕對不會錯失 在健身房裡面的每一個機會 不管你是高階健身房 低階健身房 社區健身房 對不對 我全部都給你打包下來 大概價格上會有點差別 或是商用的可能就很耐用吧 因為會有每天大量的使用 對對對 然後他目前整體的營運中心的話 大概是從家用轉商用的這一塊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毛利表現會是非常的好 事實上在他們產品裡面的話 這個產品非常的有趣 這什麼看到一些虛擬的東西 然後跟著踩踏 這個是實境健身 你知道實境健身是什麼概念嗎 趙煌你有沒有去過健身房運動過 有啦 有啦 但我持續力比較差 你有沒有跑超長 你有沒有去踩過飛輪 或是跑過那個跑步機啊 你是不是覺得很無聊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不去了嘛 前面放著一台電視 所以才可以跑公園啊 看著電視看著第四台 有夠無聊的 可是人家在這個系統裡面 他跟所謂的虛擬地圖 虛擬實境做一個結合 然後他有個很有趣的功能是什麼 你在跑步的過程裡面 畫面跟著你一起動 你就會有自身在那個環境裡面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我們在之前看展覽 聽說這種健身公司的話 有打算推出一款可以全球連線 全球連線要幹什麼 你飛輪啊 你在飛輪的話 你在連線打遊戲啊 連線騎腳踏車挑戰特定路線啊 好哦 對不對 你現在騎腳踏車衝出去 如果遇到颳風下雨怎麼辦 心情就不好了嘛 對不對 我讓你在家連線騎自行車 重點是如果有夥伴 也在地球的另一桶 騎著騎著 騎著就有趣了 有衣的橋樑就來了 有衣的橋樑就來了嘛 對不對 雖然我不知道他怎麼說 可以跟虛擬實境 虛擬通話結合在一起 不過這個未來性的話 還蠻值得各位來做一個期待的 那當然我們夢想的部分 談完之後 接下來看個實務的 他真的財務有在成長嗎 財務體質 財務成長的話呢 我想這個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解釋 你看到這一條槓 一路往上走啊 尤其是解封之後 應該對他是有幫助的 解封之後的話呢 去健身的一個族群變多了嘛 那也導致呢 他在這個部分的整個 獲利的動能的話 一直在往上走 而他另外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說 我從家用轉商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我的毛利率有沒有提升 來我跟你講 這裡到這裡啊 他從大概40%的一個毛利率 提升到了接近51%的一個水準 所以你說切到商用 對他有沒有幫助 我跟你講超級有幫助的 毛利率提升了10% 還得了50%的一個毛利率 這樣以後去買健身器 才都要想一下 讓人家賺了這麼多 不要這樣 等下下台一鍵晶片也沒這樣 那可是你看 他的整個殘短期營收的部分 事實上他的動能非常的一個 非常一個強勁 我們以前在講說 你在看動能的話 就看你的長期營收跟短期營收 短期有沒有站在長期之上 現在的話呢 你看起來趨勢一路往上走 而且他在這一波的話 他被733跟905 這兩檔產品 他做一個共同的一個選入 而且他在接下來 明年的展望上面來講的話 他在拉丁美洲的市場 跟歐洲的市場裡面 都有做一些 非常大規模的一個結盟 所以呢 他整體的一個出貨量來講的話 我們去看近期的投資報告 他們覺得說 2025年的展望 非常可以去預期 他接下來還有一波的一個成長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那個喬山這間公司 他被選入的話 不只是策略上的 而是他整體的經營前景上 看起來非常的良好 好 另外一檔的話 這個軍心KY 明明就機器人 斜坡減速器 斜坡減速器 你問漢偉哥 漢偉哥 斜坡減速器 對啊 然後減速器很重要嘛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行星減速器 我都聽他們講 聽到我都會了 但是你知道嗎 他還有另外一個獨門的東西 什麼東西 叫做中置電機啊 中置電機 幹嘛的 這就選了吧 對不對 你覺得這台看起來像什麼 腳踏車 腳踏車嘛 不然 等一下 腳踏車有三種 一種叫做人力腳踏車 一種叫做電動腳踏車 那還有一種的話 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還要再分那麼細 分得很細 那這一台的話 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輔車 我說 電輔車 環島你還不完 就騎電輔車 騎電輔車嘛 對不對 那電輔車的重點在哪裡 電輔車的重點在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精密的 那個電機輔助的一個機具 你只要一般人踩上去 業餘立刻變專業的 神奇了吧 對不對 爬坡一定要用這個 爬坡一定要用它嘛 你平常騎的時候 也可以用它 慢慢的超車別人 對對對 它很容易就讓你 可以騎得很快 騎得很好 而它在整體的動輔上面來講的話呢 事實上 它除了在那個齒輪鍵的部分的話 還有一個營運的重點 是在於它的中式電機 也成為它另外一塊 非常重要的一個營運的重點 而且你看 這間公司的話 自從它在做一個騎頭並進的過程裡面 它整體的稅後盡力的話呢 也一路不停的在往上做增長的一個動作 那毛利率的部分的話呢 也從27%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跑到30.36% 其實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可怕的是它的淨利率啊 你知道淨利率這邊才多少 才7% 可是呢 它最近的一期的財報交出來的話呢 竟然跑到18.73% 成長 大幅成長 它在淨利的部分的話 可謂是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但是它整個營收動輪來講的話呢 它也是一條線往上 不過最近呢 稍微有下滑的跡象 下滑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主要的大客戶在前面的話 把貨線拉完了 哦 好 也有這回事就對了 它前面大幅度拉貨了 所以呢 在下半年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它的訂單稍微有趨緩的一個現象 不過雖然訂單趨緩 可是呢 人家在越南產擴產的腳步 沒有因此停下來啊 有在擴插 所以呢 它在擴產成功之後的話呢 明年度的一個產能呢 會繼續往上來做提升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 現在目前的一個 法人的一個看法的話呢 在2025年的話 它還有機會可以維持 10到15%的一個營運成長的一個動能 所以你看 現在被選進來這兩場 是不是整體的一個產品非常的有趣 而且呢 未來的一個展望也非常的良好 可以提供給我們投資朋友 來做一個參考 至少基本面體質沒有問題 不過他們都是屬於中小型股 接下來11月12月 有兩兆的資金在等 可能這一批資金要鎖定的 就是例如什麼市值前300大 市值前200大 以及有高值利率的公司嗎 沒有錯 好 屆時 我們的選股教父 純股教父 是 會來幫我們再篩一波了 沒有錯 好 這邊非常謝謝古瑜 好 要謝謝古瑜 10月已經有6檔的 比較指標性的ETF進行了換股 很多有的是中小型 有的是所謂的多因子 也有其中是有著重在股力上面的 但他們竟然會有共同向重的標的 這就蠻有意思來做研究的 剛選到兩檔標的 讓我覺得瘦身有成的古瑜 他選到的是跟健身相關的 還有跟自行車跟運動相關的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當然11 12月還有高股息的大秀 屆時 其實我們可以先做一點功課了 近四季的EPS看一下 殖利率估一下 市值比較大的 都還蠻有機會變成新一波的候選人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多位來賓來到現場 好 台股這兩天 中小型股 今天有比較明顯的回檔 但是大型全資股溫溫的 其實狀況還是蠻健康的 變數就是11月5號總統大選 其實等一等 接下來大家對第四季的行情 都還是非常的看好 那也希望今天理財檔案秀 對您的投資有幫助 明天再會了 拜拜